只要参赛就能夺冠 这就是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统治力 在世锦赛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 全红禅陈玉希在线水花消失数 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本届比赛第五金 两人也是继去年世锦赛轻松夺冠之后 成功实现两连冠 这场比赛前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当全红禅和陈玉希站上决赛舞台 这枚金牌其实早已没有了训练 在上午结束的预赛中 两人发护得极其出色 已领先第二名71.28分的绝对优势 晋级决赛 其中第二轮 11位裁判中有7人打出满分 足以看出两人的统治力 决赛第一轮 两人的发挥完美无缺 从起跳到入水就如同一个人 裁判最低都给了9分 全红禅陈玉希第一跳 就拿到了56.40分 排名第一 领先第二名已将近8分 第二跳 两人依然是高质量 高标准完成 有三位裁判 都不约而同打出了10分 两人获得57.60分 继续领跑 第三跳 虽然入水 少有瑕疵 但仍然有裁判打出了10分 获得了79.20分 以断层优质 继续排名第一 死后的比赛 已经逐渐失去悬念 全红禅陈玉希 无悬念夺得冠军 在成功夺冠之后 陈玉希收获到个人 第七个三大赛冠军 全红禅 也已经有五个三大赛冠军进账 最后 恭喜两位小姑娘 成功夺冠 期待你们在单人比赛中 有更多精彩的发挥